小明同学迈着愉悦的步伐走出家门奔向公园 小明奔向公园的目的是为了见小红 他见到小红后开心的手舞主导 但这个时候他见到了他的情敌小王 小王也喜欢小红 这时小明和小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拳脚相加 两个人打成一团 可是结果小明被打得狼狈逃跑 这个故事讲完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 做自媒体的知道 如果想做二维动画人物控制 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特别这些骨骼动作编排很繁琐 不过最近已经出了这样一个网站 可以AI来自动生成人物动画 当然第一步你还是需要自己手工先画一个人物出来 当然这拿不到我 我曾经是一个画画非常有天赋的人 从我的画工上你就可以感受到 我这个画画的能力非常强 不过后来在老师和家人的多斥劝阻下 停止了我这个天赋的发展 然后用手机拍照上传到电脑 然后直接选择下一步 然后电脑会自动运算找出你这个人物 包括他的骨骼 这里会询问你是否帮他们一起做研究 直接选同意就好了 之后网站呢会自动找出你人物的主要轮廓 这时呢你直接选择下一步就可以了 经扫描以后啊 他会把你的主体形象标示出来 但有时候呢他会有一些错误 比如说这个头部啊 他就没有完全的认为是属于这个画面的一部分 这时候呢你需要选中笔刷啊 把这个缺失头发部分给他涂回去啊 你把它全部涂满呢就证明这也是这个人物的一部分 可以把这个笔刷呢选择大一点 然后继续选择下一步 这个人物的骨骼呢他又自动生成了 如果呢骨骼的位置不是太正确 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下一步那么这时候呢 动画就已经生成了 这个人物呢 哇这个腿有点瘸啊 这个可能是我的画风的问题啊 影响了他的运算 不过不要紧 这时候你就可以让他想跑就跑 想跳就跳 网址呢我就放在这里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另一款强烈推荐的自媒体工具 是将文字转成语音的软件 实际上这个软件呢 是一个大神根据微软的语音接口 做出的一个软件 而且它是免费的哦 如果你觉得这个软件有用 可以收藏起来 哇这个发音实在是标准啊 标准啊 不得了啊 然后你可以保存啊 然后什么语速啊 音调啊 什么都可以调啊 这里还有一些熟悉的声音 比如说 这是一个神奇的语音软件 自媒体人不需要自己说话 可以直接把文字转换成语音 如果你觉得这个软件有用 可以收藏起来 如果需要这个软件呢 可以在网上搜这个名字 这个软件好像没有固定的下载地址啊 不过在网上很容易找到 让我没有办法理解呢 就是这个软件的语音呢 它是微软的语音 也就是一个外国的语音 反而很多国内的软件 说普通话都没有这么标准 为什么一个国外的语音 可以把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这个我没有办法理解啊 第三个工具更加有趣啊 叫AEI制作音乐 我给自己创造了一首音乐 像我这样乐理不通的人也会做音乐啊 你敢信吗 点击新编曲目啊 我们要自由创作 什么推荐曲目呢 它本身是已经有一些现成的歌啊 然后你再创作 但我们不需要 我们要重新创作好吧 自由创作 首先选择类型嘛 还有温情伴唱 它有很多风格可以选 摇滚嘛 月光月球曼谷嘛 OK 你可以选一种模式是吧 不搞那么复杂 我们就主歌复歌好吧 那我们也可以自己乱来啊 比如说 接下来呢 所有的音符啊 全部都是乱填呢 一到七 我随机选了几个数字 随机选了八个数字 然后看一下 能不能变成一首歌曲啊 好 就这样 主副完成 然后我们下一步 非常的奇怪的歌曲啊 就123吧 有名字123 然后AI就开始创作了 非常没有逻辑的一个歌 这也能出来一个音乐吗 经过一分钟的等待 我忽乱编的歌曲终于出炉了 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你敢相信我自己的歌曲 厉害了 你敢相信我自己的歌曲